第1636集 一些人喊道 认为金屋族翘楚此时出手 一定会轻易震杀雍州的可恶少年 此时 楚风无形中透出一道精神与血气 凝聚在一起 别人很难看清 但是金屋族翘楚却看得明白 因为这是针对他而来的 他吃惊地睁大了瞳孔 在那血气与精神的融合中 有一个少年 宛若立身在开天辟地的初始时代 环绕些许混沌期 踏着残破的古老疆域正在辟腻他 这一刻 金屋族翘楚感受到一种无与伦比的强决压力 他几乎要窒息 一刹呢 他明白了这是大圣 而且是正在走向大圆满的大圣者 传说这种人到了一定地步后 可以反本还原 探索天地本源之秘 这少年恶棍 现在走到这一步了 金屋族翘楚一时间震撼无比 他终于知道 自己的妹妹为何才一出手 就让对方给抱走了 这是直接碾压的结果 压制的死死的 而不是动用什么进气的能量 他也意识到 之前这个雍州少年看似投机取巧 掳走几位种子强者 并不是胡闹 也不是意外 而是以真正的实力为基础 必然要打胜 有那种底气 他知道自己虽强 能够跟着雍州少年争锋一番 但是绝对还是要败 当想到这里 他一声叹息 金屋族翘楚认输 束手就擒 让人绑了自己 原出 贺州与湛州的人哗然 都很激动 义愤填膺 感觉难以接受 那么强大的金屋族翘楚 天总之姿 刚才险些成为神话中的神话 差点就当场突破 已经证明了自己 现在居然主动认输 在许多人看来 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完全是雍州的少年恶棍威胁的结果 金屋族的翘楚 为了自己的妹妹 放弃了对决 太可耻了 天总金屋子 一代正容终极者的雏形 居然主动认输 看得我好难受啊 金屋族的小哥哥 我理解你 你是一个好哥哥 是一个好兄长 我也想成为你的妹妹 战场上彻底乱了 许多人在大喊 一些女性进化者 为金屋族翘楚 鸣不平 至于西部贺州阵营的高层 已经有天尊亲自暗中 同齐荣联系 要求确保金屋族翘楚的安全 条件随雍州这边开 战场人们热议 一片躁动 只有金屋族翘楚在苦笑 暗自叹息 他真打不过那雍州少年 而且这个时候 他已经彻底明白了 曹德想干什么 这就是典型的拉仇恨 要逼迫所有种子 及高手下场 不得不跟他战一场 他已经清楚地看出 曹德想弃吞万里 要赢下所有秘境 不惜以各种奇鬼言行 让人误判 让人恼恨 最后接下场跟他赌斗 他很想传疑 但是楚风一个眼神望来 他就沉默了 而这个时候 齐荣天尊也是配合 封尽此地 金屋族翘楚知道 接下来就要真相打白了 这曹德很有可能 刺激所有人一起下场 要一战定乾坤 夺走所有秘境 到时候 曹德是大晟的真正身份 想隐瞒都瞒不住了 金屋族公主被绑起来后 渐渐行转 但还是有些昏沉 当看到曹德就站在不远处 他略微发懵 下意识到 好奇怪啊 我应该必胜 怎么现在头有些痛 然后 他冲着楚风喊道 喂 俘虏 你已经成为阶下囚 服还是不服 此时 金屋族翘楚一手五头 感觉很丢人 自己的妹妹 这是还没彻底清醒呢 自己沦为俘虏了 都还不知道是吗 一时间 许多人都笑了起来 觉得他憨态可惧 便是楚风都一阵无语 觉得他有点蠢萌 很像是一位故人 当年被他收服的侍女子鸾 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早已进入阳间 希望他安好 他摇了摇头 向战场中走去 这应该是最后一战了 他要彻底解决掉所有人 此刻 的确有故人在关注战场 现在一些人神色异样 有些怀疑 有些不确定 死死地盯着场中那道身影 好奇怪啊 冥冥中的一种直觉 让我有点心跳加速 亚县族那里 长大后的银发小萝莉 扑闪着水灵灵的大眼 露出异色 更远方 骑坐在一位壮汉脖子上的 蟒牛族少年 嘴里叼着的雪茄 巴达一声掉落下去 将他老子的礼服 都给烧了一个大窟窿 还不知道呢 另一个方向 也有人在低语 一位老婆说道 小姐 你觉得这个少年怎样 我们说的就是他 很邪性 而现在看来 似乎也勉强算是个 大恶人 如今的少女 羽膝露出风华绝带 发丝晶莹 面孔绝美 他偏头看向战场上 嗯 再看看 风格有点 惊奇 几位老婆很想说 那小子良心坏透了 卑力而可耻 都惹得天怒人怨了 哪里清新奇妙啊 这时 战场上传来 曹德的大贺声 谁敢与我一战 我 我 可以说一呼 千山印 到处都是两大阵营 进化者的吼声 许多人都恨不得 立刻与之决战 那 你们都一起上吧 楚风喝道 背负双手 独自立在战场中 如同一杆 黄金镖枪 钉在地上 面对所有的 种子及高手 后方 雍州阵营那里 金乌族 翘楚心中俱跳 一时间竟有些热血激荡 他知道 曹德要真正的出手了 将揭示出 大盛在线世间的这个事实 璀璨血气 即将荡乾坤 注定要震动 整片战场 战场上 神红一道又一道 发出强烈的能量破空之声 阴暴恐怖 震耳欲聋 导致沿途白雾成片 不断炸开 那是贺州与 湛州的 种子机高手在赶来 全都急速杀制 唯恐落后于人 楚风背负双手 一昧斩动 烈烈作响 他双目深邃 注视出现在 这片宏大战场上的对手们 这片地带 曾为天下最负盛名的 禁地之一 哪怕被打残了 祖脉断裂 群山轻塌 鲜湖干涸 可如今 依旧是精粹弥漫 一群人感到 都是圣者中的绝顶人物 有人如同太阳般发光 神眼睁腾 璀璨射人 成为场中的焦点 也有人如同黑洞般 吞噬光线 几乎不可见 附近黑雾激荡 带着魔性 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 不管俊美还是丑陋 皆气质不凡 这些人或英气射人 或空明出尘 或冷酷无情 或带着铁血魔王的风采 都是圣级进化领域中的佼佼者 他们当中 有人双目露出 丝丝缕缕的阴亡 成为有形的秩序神烈 也有人双目空如黑洞 从西部鹤州 与南部湛州两大阵营 赶来的种子级高手 全都在盯着前方 锁定曹德的身影 一片强烈的规则波动 在扩散 犹若惊涛骇浪向前拍击 他们对雍州那个少年的敌意 非常浓烈 因为今日一战 这位少年强者很不讲究 屡次投机取巧 擒走他的铜板 让他们都觉得跟着蒙羞 现在还敢扬言 要一个人打他们一群 真是狂妄 贺州与湛州原本对立 可是现在两大阵营的人 却同仇敌凯 全都想击败 雍州的少年恶棍 地面冷硬 像是冰封的洞土 尘暗红色 仿若在漫长岁月前 被血浸染过 楚风站在场中 只身独怼一群对手 他很沉静 也很从容 与不久前的轻浮气质 相比像是换了一个人 因为他又真正出手了 我明 他要自曝姓名 但是却被人打断了 没兴趣听 谁在意你的名字 我只是想擒杀你 对面一个宗范少年喝道 真是一点也不给曹大圣面子 在这群人看来 这是一个以取巧而获得胜利的混账 传及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